富家小姐爱上穷书生 却因身份悬殊遭到父母反对 任凭女儿如何苦苦哀求 父母还是不肯同意他们的轻视 段三郎遭到一顿毒打被关进柴房 岳启罗决定和段三郎一起私奔 可是段三郎浑身是伤 没跑多远就被岳家人追上 眼看就要逃不掉了 段三郎提出要和岳启罗一起殉情 任凭岳启罗如何阻止 也没有拦住一心求死的段三郎 而岳启罗也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中 他认为是自己害死了段三郎 便决定为他殉情 在段三郎出病的路上 岳启罗发疯式地冲了过去 想要一头撞死在棺材上 危急时刻一个人冲过来拦在了他的面前 这个人正是顾玄武 原来月牙中了岳启罗的指人巫术 如果他在幻境中死去那么岳启罗就能重生 无心咬破手指想要驱赶指人 不料指人牢牢跟月牙锁在一起 看着月牙痛苦的表情 无心只好罢手寻找新的方法 他抓起指人泛起的红光 想要进入幻境叫醒月牙 但由于自己并非凡人 试了几次都无济于试 看着顾玄武他心生一技 说不定对普通人快用 无心把红光拍到顾玄武的身上 顾玄武随即便进入了幻境 他告诉月牙这里的一切都是梦境 让他赶紧醒来 可此时的月牙根本不记得自己是谁 段三郎的母亲看到月起罗 命人把他抓住给自己的儿子陪葬 顾玄武抓起月牙赶紧逃跑 可他的身体却开始慢慢变得透明 眼看自己就要消失 顾玄武叮嘱月牙一定要醒来 因为无心还在等着他 这时段家人追了过来绑走了他 他们给月牙换上新娘的衣服脱进墓葬 然后活活塞进了棺材里 棺材被大铁链牢锁住 上面贴满了镇压的符咒 顾玄武把幻境告诉无心 原来这一切都是月起罗搞的鬼 月牙经历的都是百年前月起罗的回忆 如果月牙在幻境中被封印在棺材里 那现实中的他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此时的月牙已经虚弱至极 恐怕就活不过一株先 无心决定放手一搏 月起罗把月牙还给我 他咬破手指狠狠地按在指人身上 幻境中的铁链开始晃动随后锻炼 棺材也被掀飞了起来 月牙从棺材中起身 而真正的月起罗此时也进入了幻境 他的出现唤起了月牙的记忆 不 我不是月起罗 我不是月起罗 你才是 就在月起罗准备对月牙动手时 无心强烈地呼喊打破了封印的石门 月牙终于从幻境中醒来 这天顾玄武找到无心 带他给文献的富商苏老板驱邪 苏老板得了一种怪病 别人眼中的山珍海味 在他眼里全都变成了爬满驱虫的腐烂之物 注意到这里 就是关注你们ww 出现他们的诗楼 遗迹 从 准备 � burg 吟 争